对不起 写练金属 似乎是人类的专利 但其实某些动物也会练金 甚至练好之后 还能将其装在自己的身上 成为独一无二的致命武器 比如二塞吻沙蚕 一种常被称为雪虫的蠕虫 就能够从海洋成绩物当中 提取出金属铜 并将其融入自己的四颗尖牙当中 是的 四颗铜牙 它们长成这个样子 看起来像不像是被人倒插一刀 硬生生的把这几颗尖牙 给镶进肉里面去的呢 但人家真的就是长出来的 这种原产于北美两岸的 如虫脾气暴躁 当它们在沙子里面挖洞的时候 会攻击附近靠近的任何东西 人手也不例外 下面这段视频请酌情观看 大概率你会觉得恶心的 因为当它们发动进攻时 会把自己的内脏给吐出来 然后翻出四颗尖牙 毫不留情的撕破目标 注入毒液 看起来一点也不逊色于异形嘛 还好啊 它们最长也只能长到35厘米 科学家最感兴趣的 当然还是它们的铜牙了 而且也直到最近 才真正搞明白了 它们的制造机制 原来血虫的细胞当中 有一种非常特殊的蛋白质 名字叫做多韧物蛋白质 它们可以在催化生成黑色素的同时 吸收环境当中的铜离子 并且随后把它俩聚合在一起 从而形成一个看起来像是人造的金属封装物 是不是相当不可思议呢 按照科学家的话来说 大自然已经想出了很多旧校 又聪明的办法来解决问题 而我们只要有颗孩子般的好奇心 就早晚能够将其发现的 看起来金刚狼的爪子 可以很快长出来了